大家好,我是Robin 这期课呢,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底层的这一课程 这几节课呢,我们主要是在学习Binnail的一个通信流程 上三个课时,我们分别学习了一下 怎么通过DefaultServiceManager来获取ServiceManager 然后呢,在获取ServiceManager之后 又怎么通过ServiceManager来获取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系统服务 比如说我们的Camera Service 第三个,我们又学习了在获取到Camera Service之后 Client和Service是怎么通信的 在上三个课程呢,我们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Client这一端 所以说,在这一课时,我们就从Service这一块来看一下 Service的一个启动过程 把焦点从Client转移到Service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是以Camera Service为例 我们也讲到了,我们在获取Camera Service的时候呢 是通过ServiceManager这个系统服务获取的 所以说,这节课我们就来分别看一下 ServiceManager和Camera Service 这两个服务所在的进程它的一个启动过程 首先看一下ServiceManager它的启动 还算是比较清晰的,也没有太多一个复杂的逻辑 首先,它会定用一下BunderOpen 紧接着又定用了BunderBecomeContextManager 最后会定用BunderLoop 那我们就结合着圆满看一下 它这里边具体去做了一些什么 ServiceManager 它的入口呢,是在ServiceManager.c这个文件里边 找到它,这就是它的Main函数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它调用了BunderOpen 我们进去看一下BunderOpen它做了什么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它也会去通过Open 打开DAD下面的Bunder这个设备文件 然后呢,也是通过M-map做了一个内存印象 印象了一块内存给我们使用 这里我们就知道了BunderOpen同样的也是打开Bunder驱动的一个设备文件来建立和Bunder驱动的一个通信的通道 我们再往下看BunderBecomeContextManager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通过L-Control 直接和驱动去交互 传进去了一个命令,就是BunderSetContextManager 从它的这个函数的名字,我们也可以猜出来 它就是告诉Bunder驱动 我们这个系统服务呢,要成为一个Manager,也就是管理者 我们在之前几个课室学习的过程中 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在获取一个系统服务的时候 都是通过ServiceManager这个系统服务来获取的 也就是ServiceManager它充当着一个管理者的角色 这里呢BunderBecomeContextManager就可以让ServiceManager去成为一个管理者 具体实现的这个是在我们的Bunder驱动里面的 我们就具体先不去研究它了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讲到三个,它是丢用了BunderLoop 丢用BunderLoop的时候呢,我们注意一下 它传进来了一个ServiceManagerHandler 这个参数呢,它对应的是一个函数指针 我们进到BunderLoop 可以看到它这里是一个负循环 也就说明它是一个循环,也就是Loop 它在这个循环里面呢 通过Lcontrol和Bunder驱动去交互 然后呢,在这里有一个Bunderpass 也就是解析 这个解析,解析什么呢 就是解析Bunder驱动发送过来的一些命令 把它命令解析出来,然后去做相应的动作 怎么去根据这些命令做相应的动作呢 就是通过这里有一个Funk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它这里解析出来了相应的一些Command 然后跟对不同的Command呢 它会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理 怎么处理呢,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调用了Funk 来进行处理 同样的,这里也是调用了Funk来进行处理 这个Funk对应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 调用BunderLoop的时候 传进来的这个Bunderhandle的一个函数指针 也就是在这里一个ServiceManagerHandler这个Handler 我看一下 ServiceHandler的它里边 相应的会去 调用一些具体的像DoFundService 还有一些DoAddService 等等 在我们调用ServiceManager去GetService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它最终是调用了一个CheckService 这里呢 相应的CheckService GetService CheckService 这里是同样做处理的 我们看到它会调用到DoFundService 也就是在ServiceManager这里 会帮助我们去找到 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个系统服务 比如说我们在前几节课 所学习的 怎么去通过ServiceManager来获取CameraService 最终它就会再用到这里的一个DoFundService 来帮助我们找到我们想获取的这个服务 好 ServiceManager呢 大致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用文字总结一下它的这个启动的过程 第一步它就是通过调用BandarOpen来打开Bandar设备文件建立和驱动 隔通的一个通道 第二个调用BandarOpenManager 那就是来告诉Bandar驱动它要成为一个Manager一个管理者 第三步呢 都用Bandar loop进入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里面呢 就会从Bandar驱动来接受命令并去处理 这就是ServiceManager它的一个启动的过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CameraService它的一个进程的一个启动过程 CameraService呢 它是在一个MediaServer这个进程里面 我们看到MediaServer它的启动呢 首先也是通过Difu的ServiceManager来获取到ServiceManager 然后呢 它是对于了ServiceManager的AddService 紧接着它又调用到ProcessorState里面的StartThreadPro 这个呢 从名字我们看出来它的意思是启动一个现成词 在启动起成词之后 因为通过IPC ThreadState 再用到它里面的GNThreadPro 这个名字呢 也就是加入现成词 好 那我们就进到MediaServer它这个入口含数里面 具体看一下它的代码 MediaServer 它的入口呢 是在MediaServer MediaServer.cvp 这个文件里面 找到它的Main函数也就是它的入口 这里有一个if else 最后呢 会走到这个else这个分支 我们看一下这个else这个分支 这里会有DefaultServiceManager 获取到ServiceManager 然后呢 会调用 AdelFlinger Instit Instit 也就是音频相关的 还有MediaPlayerService CameraService 等等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 在MediaServer它这个服务进程里面呢 会包含到像音频了 各媒体播放和Tamer等等 它包含了这么几个系统服务 也就是这几个系统服务 都是在一个进程 也就是MediaServer这个进程里面 我们把焦点 移入到我们的CameraService 这个Instit 也就是 我们进去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呢 会调用到Publish 最终呢 还是通过 DefaultServiceManager 获取到ServiceManager之后呢 调用到Service里面的 也就是调用到ServiceManager里面的 AdService 这个AdService是什么呢 就是和 GetService对应的 把系统服务 它本身 注决到Bunder驱动里面 那我们回过来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就是调用PorsetState的StateThreadPort 然后就用 IPT Thread State里面的 GNThreadPort 这上面的 怎么获取到ServiceManager 然后怎么通过ServiceManager 来AdService 我们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那我们就重点看一下 StartThreadPort 和GNThreadPort 这两个函数的一个具体实现 好 那我们就进入到ProcessState 看一下StartThreadPort 找到它的 StartThreadPort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有一个标准 StatePort 是否被启动过 如果没有被启动过呢 就让它启动 启动 StatePort的时候呢 这里调用了 SpawnPortState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函数 这里我可以看到 这个 SpawnPortState 主要是拥有了一个 PortState 然后 会把这个 给乱起来 这个PortState呢 它是继承一个 继承次State 也就是它会对应一个线程 这里呢 就是帮我们 拥有了一个线程 并且把这个线程 给运行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线程的 运行起来之后 是做了些什么 它运行起来之后呢 几乎进入到线程的一个 SweatLoop 在线程的 循环里面呢 它这里也是对应了 IPC SweatState 里面的 运行起来之后 然后把它运行起来 同时加入到这个线程尺里边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呢 VTR Server进程 也会调用 IPCSweatState里面的 JNSweatPro 把它自己的主线程 也加入到线程尺里 那我们就来 再具体看一下 这个JNSweatPro 它是具体 又是怎么实现的 找到IPCSweatState 我们可以看到 它呢 主要是调用了一个 GetAndExecuteCommand 就获得的下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呢 需要被处理的 比如说 WaitingIfNessal 如果B的话 还会在这里等待 好 那我们就进到 GetAndExecuteCommand 看一下 GetAndExecuteCommand呢 这里 它主要是 PackWithDriver 哦 它原来 也是在和Bandor 驱动在通信 同时呢 它会调用 ExecuteCommand 来执行一个命令 这两个呢 相信我们都已经 相对来说 比较熟悉了 PackWithDriver 和Bandor 驱动交互 然后呢 ExecuteCommand 来执行 驱动发送过来的 一个命令 所以说 既然 CityCommand 它主要就是 把当前的 这个线程 加入到 线程式 加入到线程式呢 主要是 就是和 Bandor 驱动 通信 然后 接收 Bandor 驱动 发送过来的 一个命令 并去处理它 这里 我们对应的 给它 画了一下 也就是 MediaServer 它的这个 进程 它启动的一个过程 这里我们用 Camera Service Process 也就是 Camera Service 所在的进程 也就是 MediaServer 这个进程 来表示 第一部 Default Service Manager 获取到 Service Manager 第二部通过 Service Manager Add Service 也就是 把当前 它这个进程里面的 Service 注册到 Bandor驱动 第三部呢 调用 StartSquad Pro 启动一个 线程式 启动 线程式呢 主要是 又调用了 Sport Pro的Squad 也就是 产生 线程式里面的 线程 这里面 主要是 给我们 用了一个 ProvSquad 然后把它 运行起来 也就是 用了一个 线程 便把它 运行 在线程的 循环里面呢 它又 对用了 G1Squad Pro 把这个线程 加入到 线程池 加入线程池 它主要 就是在做什么呢 就是在 做 和 通过 IPC Squad Stata 和 Bandor驱动 的一个交互 然后 从 Bandor驱动 接收命令 并去处理 也就是 Tuckle with Java 然后 Execute Command 这就是 启动一个 线程池 在启动 线程池的时候呢 把我们 新建一个 线程 并加入到 这些 线程池 和Bandor驱动 来进行 一个通信 并去执行 Bandor驱动 发送过来的 一个命令 这就是 启动这个 线程的 一个 要完成的 一个任务 启动一个 线程池之后 Server这个 进程呢 它会把它 自己的主线程 也定用 GN4R的Pro 加入到 线程池 同样 在线程 循环里面呢 它会 不断地和 Bandor驱动 去通信 然后 接收 Bandor驱动 发送过来的命令 并且给它 执行 在执行 也就是 Excute Command 这个里面呢 我们注意 有个重要的命令 一个就是 BR Transaction 这里呢 我们看到 它会 通过 Bandor驱动 发送过来的 一个数据 结构体里面 读取到 一个Cookie 然后把它转换成 对应的 一个B Bandor 类型的 指针 然后呢 又调用到 Bandor里面的 Transact 这个 对应的 也就是 调用到了 Bandor 我们在 讲Client 怎么通过 Bandor驱动 调用到 我们 12进程呢 我们打过Trace 看过 这块的函数 调用的一个情况呢 是 在 Ipc Thread Data 里面 Execute Command 然后最终 对应到了 Bandor里面的 Transact 然后 再经过BBandor 调用到 像Bn Camera Service 然后经过Bn Camera Service 最终 调用到 Camera Service 这个 怎么从 Ipc Thread Set 调用到 Bandor呢 也就是在这里 我们在 Service 进程 启动的时候呢 它会 启动一个 现存池 然后这个 现存池里面呢 有一些 现成 这些现成 都是在 循环的 也就是在它的 现存循环里面呢 就是不断地和 Bandor 驱动 去通信 然后接收 Bandor 驱动 发送过来的 一些命令 并去执行 在Execute Command 接下来 里面呢 就会 对应到 Bandor的 Transact 也就是 对应的 我们 打函数 对应 对应的时候呢 就是在 Ipc Set State 的 Execute Command 最终 对应到了 Bandor里面的 Transact 再进一步 一步一步 对应到 Service 这块 我们想要 对应到的 一个函数 那我们这里 也可以看到 它的对应关系呢 会是一个 GN Thread Pro 再到 Get AndExecute Command 再到 Execute Command 那和我们这里 和我们在 Service 启动的时候 看 GN ThreadPro Get AndExecute Command 最终 Execute Command 正好 就是我们 Server进程 启动的时候 所做的 一些工作 也就是 把现成 加入到 前程池 这里呢 大家就应该知道 我们从 Client端 发送 一个请求 最终 经过BandorJava 是怎么 带用到 Server进程 里面 前一段函数了 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Server 在启动的时候 它会去 启动一个 现成池 并且 在现成池里边 加入一些 相应的 现成 这些现成呢 就是在 循环着 执行 然后不断地 和Bandor 驱动 交互 从Bandor 驱动那边 获取一些命令 然后去执行 所以说Client通过 Bandor驱动 发送命令的时候呢 在这里 骚扰进程 就可以 接收到 然后去在 Escaled command 里面 做现应的处理 最终 对应到了 Bandor里面的 Transact 再进一步 对应到 Bn 像这里呢 我们对应的 就是Bn Camera Service 里面的 Untransact 再最终 对应到 Camera Service 里面的 Connect 好 还有一个命令 我们要注意一下 BR Spawn Loop 这个命令呢 就是Bandor驱动 发送过来一个命令 让我们去 SpawnPol Swed 这里我们已经讲过了 SpawnPolSwed 就是 创建一个 线程 并把它 加入到 线程词 也就是 我们这里 启动了 一个线程词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默认 线程词里面 它只是 有一个线程 再加上 Serv的一个主线程 加入到线程词之后呢 它也就是 只有两个线程 在遇到 线程 没有空闲 线程的时候呢 我们的Bandor 就会发送一个命令 让Serv 进程 相应的 再产生 一个Bandor线程 然后加入到线程词 来帮我们 处理 相应的一些工作 好 这就是 Camera Service 所在的进程 也就是 Media Server Serv 进程的一个 启动的过程 好 我们 最终 结合文字 看一下 同样的第一步 获取Service Manager 第二步 Media Server 通过Service Manager 把它进程里面的一些 系统服务 比如说Camera Service 还有Media Player Service 等等 要用Service Manager的 Add Service 注射到Bandor 驱动 第三步呢 它会 Start一个 签程词 Start的签程词呢 主要是 在这个时候 会新建几个签程 然后进入签程循环 在签程循环里面呢 它从Bandor 驱动 会去接受命令 然后去处理 当然 如果没有命令的时候呢 这个线程是会进入一个 秋眠的一个状态 第四步呢 Media Server 它会把自己的主线程 也加入到第三步 启动的这个线程词里面 同样 循环从Bandor 驱动 接受命令 并处理 这样 Counter端 通过Bandor 驱动 播送过来的 一个请求呢 就会在这里 可以相应的 得到一个处理 好 这就是 Media Server进程的 一个启动的过程 我们这页客呢 就先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